大溫運輸警隊連同多個城市警方 拘捕4名幫派成員 並檢獲大量毒品及槍械 警方指他們利用公共交通網絡 在區內運送毒品 吳委基報導 大溫運輸警隊及蘇里王家騎警 於去年秋季發現這個販毒集團 並展開追查 懷疑他們透過運輸連線網絡 將毒品運送到區內各地 而警方到了今年5月2日 就在3個城市的房屋同步執行搜查令 警方已拘捕4名疑犯 相信會有更多人被捕 又表示這些疑犯持有大量槍械 對公眾安全造成威脅 另一方面 蘇里王家騎警昨天下午5時左右 在Wallee地區103A Avenue 夾Old Year Road的後巷發現了一具屍體 英國法醫鑑定後 警方相信死因有可疑 聯絡空案調查組正尋找目擊者 呼籲知情人士提供線索 紳士大電視5位機報道 紳士大電視5位機報道